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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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专注地吹着慕容赋和肖峰的牛逼 说到底还是因为通信不变 慕容赋在南边打了一个二流高手 第二天就说他打了一百个 等传到肖峰耳朵里 就变成了一箭可敌千举万马 同理也是 肖峰在北边打了一个一流魔头 当慕容赋的耳朵里就变成了肖峰一个人 在长板坡杀了个奇景其出 造谣张张嘴 辟谣跑断腿 难道肖峰和慕容赋还要去辟谣 算了 就这样吧 说到底北乔峰男慕容是个谣言 没人辟谣那有谣言 其实这事还真不是个谣言 北乔峰男慕容理论上来说是个事实 但那是连载版的事情了 在后续的版本中 慕容赋走个人一种浪得虚名的感觉 而在连载版中 金庸的直接定位 慕容赋的武功与肖峰在伯仲之间 肖峰虽然天生有物 遇到了这种义正义协的功夫 却也破绝不一定负 再加上慕容赋的武功 和他一时在伯仲之间 每在要紧关头出手攻其要害 更敢减少 此外慕容赋有很多高功表现 利于万斤 精通少林七少姐记 在真龙齐曲上 慕容赋于武藏外用树皮络色 被苏星河评价为这者武功之高 时已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万仙大会时以内力翱翔 旁白称其南慕容之名 中非兴致 好个慕容赋 那南慕容北乔峰六字 中非兴致 慕容是家畅武功 时有鬼神莫测之妙 慕容赋虽致力于中兴复国 未能潜心恋悟 但姑苏慕容家的嫡系传染 岂都泛泛 我们拿一处描写来做对比 虚竹救下天生头老后 却被李秋水一掌打悬崖 那时慕容赋正好在山下 用斗转星衣将两人鸿骨退出 这才救了他们的性命 连载版的描述是 那只慕容赋见他二人从山峰上随下 使出斗转星衣的高招 将他二人下肢之力化去大半 改之为横 将二人震得鸿飞出去 同老震惊慕容赋出神话 到了三连板中却堵了一卷 踏车门斗转星衣功夫 全人不只自立 但虚竹和同老从高宫下坠力道 实在太大 慕容赋只觉煞死之间头云仰花 几座岛 这一句话慕容赋的水火性质 暴露无疑 除此之外 连载版慕容赋还颇有狭义心肠 直到叶二娘七小了之前 想要挖了叶二娘的新来宠剑 不过被丁针就阻止了 少使山上看见比较内力 显息同贵一尽的优坦之和段玉 慕容赋只为拼头性命来救二人 不过萧衍山和慕容赋 抢现一部合力化解了二人的比刀 连载版里 慕容赋还是多少有主动的狭义行为 到了三连和师姐版里 偶有的救人也成了无一为之 对别人的协助也变成了别有局心 所以说连载版的北乔丰男慕容是夸赞 他武功不属于萧丰 性格更是千和有力 武功高强 英俞潇洒 品行端正 侠气几重 慕容赋无论武功还是新兴 都足以与萧丰比列 而到了三连版和新兴版中 因为慕容的人设感动 他才变成了名不副实的人 毕竟这话吹了这么久的奴婢 突然删了也不太好 那么慕容为何要这么敢呢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 慕容赋的武功如果太强 就会寻兵夺主 与慕容的主旨也相违背 慕容想给慕容赋的 正是这种人设崩塌的感觉 而连载版的慕容赋 这种感觉很淡 会让人们觉得慕容赋 只能算是壮主未仇 而不是人设崩塌 而这样的更感更能对照 天龙八部中的 第十天和阿修罗 慕容赋对应的正是阿修罗 天对应的是秋风 而阿修罗对应的则是慕容赋 阿修罗与第十天是孙门之敌 但又总是败于第十天之兆 这便对应了书中 慕容赋每次都处在 与秋风对立的立场上 二人从上一代开始 就结下了血海深仇 而慕容赋的暴躁 执拗和善惰 使得他们总是处于劣势 这种安排 既是金庸对福旧典故的呼应 也是暗示贪嗔痴的 这三种不善根 是让人迷失更远 何不夸张地说 慕容赋是金庸小说中最神秘 出场最华丽 排场最大的世家 金庸专门为慕容赋的登场 讲了两个故事来做铺垫 一个是段延庆打击平手的黄卫僧 金庸告诉大家 他年轻的时候 被慕容赋差点打死 一是崔百全 他曾经无意撞见慕容赋的隐秘之士 对方与对夫妇 他们小吃惩戒 就让崔百全心胆俊脸 从此他改名幻性 装成不惠武功的佣人 在段正纯的府中 当了多年的丈夫先生 慕容赋的婢女也绝非常人 金庸借段玉之士角 花极大笔墨洗了慕容赋的丫鬟 阿珠和阿碧 阿珠擅长异勇敢装 阿碧闲于音乐弹奏 二人之际均入画角 无论男女老兽各类身份 各类性格的延悟 阿珠动得巧妆的文妙伪俏 旁人极难发掘 而阿碧能弹奏的 不仅是传统的乐器 哪怕是随有起来的 任用物品 兵器 他动动弹奏 可是阿碧自己说来 他只不过是 服侍公子 俯卿吹笛的小鸭巴了 自然 读者对于他们的主人慕容赋 也已经心事众网了 三十一回之后 正随着他的出场 慕容赋的人设 开始崩塌了 金庸着重写了慕容赋心中的三种图 第一是 好计较 道德经说上身弱水 因为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自然而然毫不费力 好侠之事行好侠之举 无非是觉得分所应当 在所不辞 慕容赋也做过一些有气感之事 也对抗过强强恶人 但是他坐视之前 心中总有那么一转念 总想此时做了 与我复古之事有何意 有则为之 本应无功利刑的一举 成了充满目的的收买和交换 第二是善惰 慕容赋本来不用嫉妒别人 毕竟他自己就是天之骄子 羡慕佩服 敬重他的人不计其说 修持断玉也一直项目他 甚至在他身边就自散行贵 但是慕容赋却是嫉妒断玉的 嫉妒他有大理事的身份 嫉妒他毫不费力就能学得高明武功 慕容赋也嫉妒过萧峰 他看到修峰的武功为人戏盖 神知自己虽然与他齐名 其实远为不及 此时不是剑行私企以彼为师 而是心生度火自民轻高 第三是不能容人 包布彤等人追随慕容赋多年 忠信不二 对慕容赋所命无不遵从 但有一次他们抗命了 这次慕容赋见走偏风 孤祝一世 控制住了段眼镜段正纯段玉等人 声称欲败段眼镜为义妇 杀了段正纯助段眼镜复仇不畏 交换的条件是 请段眼镜登基之后驻到复国 段眼镜假意大药 心中另有盘算 这时家臣们一反常态 纷纷反对 邓百川等人 也曾为复国事业不择阻断 但他们毕竟是有点限的 此时此举他们心中之开阔 气概之刚开 更与慕容赋的虚伪为所 形成泄密对比 慕容赋之所以打死包布头 不仅是因为他在段眼镜面前 盗出了慕容赋的隐秘动机 恐怕还因为他将慕容赋 人心的哲修布一把扯卷 告诉他你其实只是个小人罢了 改完之后的慕容赋 才变成了一个真小人 而不会让读者觉得似狭非狭 不伦不略的错觉 其实人生也是无存 贪嗔痴有时候 会掩盖住我们的目光 让我们只能看到世界里面 却忘了这个世界 万事万物都有两面相当 看书中人物自义自有 我们甚是向往 那么同样看到书中的人物 哀往一生 我们更应该引以为鉴 以史为敬 可知青涕 以史为敬 越北千分 谁说武侠不能小东西呢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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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